現在柯文哲其實就是一個空想政治 就是他其實在畫一個大餅 然後開始說四年後 我會更可怕 講這種話誰不會 我也說四年後林陶會變超可怕 對不對 我也說四年後 他現在已經很恐怖了 我很nice 我也會說四年後我會變超瘦 我會變一個瘦子 講這話誰不會講 這個我覺得這都是空想 這是幻想 就是現在阿伯在這次選舉 已經想到不斷地出幻覺了 當然他不會像謝國良一樣 出來開個記者會說我沒有吸毒 當然不過這個我要說的事情是說 其實柯文哲以現在他的這種做法 他現在說他要推出這個N加1 我跟大家說 其實你也許在某些地方 你覺得我這個票員比較多 我是可以下一次評估 是不是要多派一位這個候選 這其實可以 可是我跟大家說 這個其實通常都是 你在那個地方的組織盤 要算得非常非常的精密 我跟大家說 以民眾黨現在的做法 這個做法一定是失敗的 為什麼失敗 很簡單 現在民眾黨全部都是靠柯文哲 或少數政治明星的光環 到時候你說多派一個 到時候這個票 他有辦法像以前民進黨說 我們四季紅 對不對 或者是說更早的 我按照身分證字號等等 來配票 沒有辦法 最後大家都只是看 誰跟柯文哲照相的時候 靠得比較近 誰被柯文哲提到比較多次 誰跟柯文哲合拍比較多的影片 其實這種做法其實一定造成黨內裡面最大的紛爭 所以到時候會來攻擊的絕對不是藍綠 而是民眾黨自己的候選人 至於剛剛他講到說台南這個市黨部 大家要不記得那個蔡主委 蔡主委就是之前去跟那個叫李全教 李全教走最近的 其實就是那個蔡主委 那現在在批評蔡主委的 其實是這個江明修 江明修我其實我是認識他的 他其實以前在時代力量 其實江明修是有一些在政治上面的理念 所以這個很明顯 其實就是民眾黨在地方發展上面 你到底是要跟黑金靠攏 還是你希望走一個比較理性 比較按照議題取向的路線 就是在鬥爭嘛 那我就問柯文哲你是挺這個蔡主委 還是挺江明修 我覺得這是一個路線之爭的辯論 我覺得這種辯論弄到要去自殘 弄到要去走這種路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個政黨的發展 真的是太不健康了 這就大家就辯論 請問以後民眾黨在台南的發展 要不要靠李全教 就是這個命題 那好好地講清楚 為什麼要去弄到自殘 所以我覺得今天整個柯文哲的黨 現在大家正在討論重要的國政議題 柯文哲其實真的一點興趣 我很少看到有一個這個黨主席 對於這麼重要的國家發展 一點興趣都不用 每天只想著自己 每天只想著四年後 這個我覺得柯文哲要不要送他一個 這個小叮噹的任意門 就是讓他趕快到四年後 趕快轉到四年後 來看看柯文哲是不是比較勇 他說我這個勇敢提名 說實話這是魚勇 有勇無謀 所以到時候把柯文哲整個黨搞倒的 我覺得可能接下來是不是 Grace你還在民眾黨 是 是 你要不要下次考慮選黨主席 會啊 我就先選議員再選黨主席 你就恩加密 對恩加密 對就是黨主席 你就黨主席 我覺得你才是民眾黨真正的救世主 是 你更受了我就選黨主席 我就讀你這句話 我讀你這句話 我們今天就嗆讀 這個我相信Grace 一定可以把民眾黨帶到美好的未來 然後祝福你Grace 對 你也應該派對